換我拍開箱了 大家最近拍一箱開很多 嗯沒錯 整個念書還一直開 又出國異地工作還是一直開 好我今天開的是這個 Matches在上次有提高度過這個 我才遊戲 我覺得這個剪刀比座右還帥 他是這樣 太帥了吧 這應該不是你帶去的吧 是啊 蛤你帶去了 可以 我在一個文具店賣的 這可以自己帶 這可以過海關 可以可以 放皮箱 對對對 行李箱就可以了 24.99美元 看過嗎 我把它打開 其實他這個是做的有點像盒子的樣子 抽屜式 不是直接打開 不好意思猜 嗯 猜 跟我那個 跟我的long shot一樣打開 結果壞了 不會吧 就是我 我看人家放在店裡好好的 好耶 這個是夾一張紙耶 啊 居然 挺好的啦 看不到 6.9.13 那是另外一個遊戲的廣告嗎 感覺像做成一個 縱火 縱火犯的那種 感覺吧 Do not open ㄟ 蛤 蛤 什麼意思 是一個legacy game的概念 晚點大家看看 然後才把這個火柴盒打開來 哦 他就是模仿火柴盒的概念 啊 很漂亮耶 這也是一個 痴蹲類型的遊戲 這個遊戲吧 嗯 對 變 哇 酷 我才只是 這個不知道是什麽 這好像是分數類的 這蠻有誠意的 裡面還有袋子 哇 火焰標記 火焰標記 對 這好像是類似分數 蛤 大顆可能就是 五分之類的 跟我的水果一樣 袋子 挺有質感的 挺讚的 他這個是 煙的概念 概念吧 哦 就是火災之後的那種概念 下面一個水果蛋 這是什麽東西 A Wars of Monsterified 啊 真的是廣告 其他家遊戲嗎 出版社的其他遊戲 幾乎都沒有看過耶 你是 你是現場 看到這個遊戲的嗎 還是你先發現 然後才去那邊買的 現場看到的 啊 然後我好像有在 BG上瞄到過 嗯 對 感覺都是做比較小主題遊戲 沒錯 Do not open Burns 這麼有儀式感 哇 沉浸主題啊 真的耶 酷 然後這個是說明書 Project Heliopause 應該是說明書 主題做的很讚耶 那這遊戲是 他其實是在玩 Match就是 第一個人會先做 欸 這真的是一個 Legacy game 真的是Legacy game 太酷了吧 Legacy的卡牌遊戲啊 解謎卡牌 解謎吃蹲遊戲 完全瘋起來的耶 這怎麽開 應該是什麽時候開吧 這個 你先看說明書啊 不要啊 不要啊 他沒有說什麽時候開啊 你等下一開起來就 嘎 不玩了 不玩了 我有先看過說明書 他沒有特別提這個東西 是喔 好過 嗯 裡面可能是驚喜吧 我們 之後再打開來 好耶 是真的火柴 真的火柴 有可能 你可能我玩這個遊戲 就會被植入什麽暗示 你就會想要拿火柴去做一些事情 我真的變種果犯 沒錯 是嗎 他是這樣的主題嗎 其實我把主題做 人家主題做這麽 好 可以講解一下他的 大概構成 這是大火牌 那卡牌就也是 火柴主題 對不對 點數這樣子 啊 對 然後 他是這樣就是大家手上可能會有 6 7張牌 然後 第一個玩家會先出 比如說他出 出個5好了 然後他會把這個 Token放 放一個場地 嗯 嗯 對 然後其他人呢 就是要想辦法 湊到5 比如說你可以出2加3 嗯 那你就 你就沒有 不會被淘汰這樣 嗯 然後 要一樣嗎 還是要 對 要 就好了 要一樣 要一樣 OK 所以他是 match 就是指 火柴 然後同時也是指 大家 出的點數 他是個雙關 對 然後如果其他人也出單張5的話 那我們這一 他就可以在 把這個 添加柴火 那這一輪贏的人 就可以拿更 更多分數 嘿 對 然後就 他還有其他幾種出牌的方法 然後就看誰撐到最後這樣子 比火大 對 然後如果中途退出 好像也有機會拿到 一些一些分數 分數 對 然後可能就玩個幾輪 然後最後看大家 誰的火最多就 這個分數最多就贏的這樣子 所以那個紅色 橘色的那個木製 Token是70指數 其實玩家 對 這有點像 這一局的 那個 第一個中夥犯 對 我現在想像有點gap不懂 會想體驗一下 實際上究竟是什麼個體驗這樣子 那還有這個 技能牌 可以去買 買這個技能牌 哦 所以這應該是個遊戲變化的重點這樣子 所以是拿那個 剛剛那個 獲得的點數來買他嗎 還是 對 你是要拿你的分數去買這些 那些技能牌 哦 哦 羅鳩 好像有些 好像用兩 兩到四點可以去買這些分數這樣子 哦 酷 然後就會有些變化 嗯 嗯 可以幫我隨便看一下 那個技能牌中的隨便一張嗎 想知道一下大概是什麼感覺 技能牌都跟 好像都跟火有關 哦 像這個是 三度 三度灼傷 啊 一場 這個是 Burn into the ground 像第一張他的能力會是什麼 能力我是沒有看 好像對不太焦 好 这样差不多 反正远一点这样可以 好 这样可以 One player of your choice Discard all pairs They have played this round 直接弃掉他们的成对牌 就是你出了牌 最后你如果中途放弃 你可以结算你的pair 比如说你的三出了一对 你就可以拿一分 四出了一对拿一分 所以让他没分这样子 对 对对对 其他立刻弃牌啊什么的 或是自己补抽牌这样子 对 感觉这就是互动关键这样子 然后 这都跟火有关系的 一些 crossfire 感觉蛮有趣的 期待体验一下 然后 想知道 那个信封 对那个信封到底是 到底可不可以开啊 一张子 It was me 啊 他这个 是不是他另外一个游戏的 类似九百刀的铲宝 之类的东西啊 哎不对啊 他这个也是火柴啊 怎么办 我想看 哈哈哈 他说一说说一说没写什么 因为他也不是剧情游戏啊 感觉是一张特殊卡 摸起来是张纸 我猜应该是特殊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大家留言猜一下是什么 好大家留言看一下是什么 这个下一次又会 在公布答案 我觉得好啊 不然就下一次开箱的时候 再来分享这一张好了 好大家猜猜看他会是什么呢 请在下面留言 我猜是 哲家娟 靠太 你做一个这么帅的一个 信封 就里面放哲家娟 气死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搞不好把这个读完 好 那这就是今天又会开的 MATRES 大家欢迎猜猜看那个信封里面是什么 我们下一次再公布答案 我也好好起 好 那之后又有再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先这样子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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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